大家好 现在入秋之后 很多花园都开始去购买一些兰花回家栽种了 那么我们可能很多花园买回来的兰花上面是带有花苞的 那么这个花苞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你买了这种兰花的话 买回来呀 它本身是比较健壮的 而且有多个花苞 那么大家呢 就建议把一些多余的张队长是比较弱的一些花苞给它去除掉 然后呢 留一到两个壮垒就可以了 那这些壮垒呢 后期啊 能够开花 如果我们留的花类太多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养分会出现一个消耗的情况 然后呢 就会影响第二年这个蓝猪的发芽与开花 所以呢 如果蓝猪比较壮的时候呢 我们留一到两个花类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蓝猪呢 买回来相对是比较弱的 或是有一个病害呀 怎么这一类的情况的话呢 建议大家最好就是呢 一个花类都不要留 这一年的话就先不要让它开花 我们先把这些花类去除掉 然后呢 再来给它栽种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蓝猪我们都是从外地买回来的 那么它会有一个环境的改变 我们在把它栽种好之后呢 为了增强它的抗性 增强它的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 大家可以给它喷上一点这个燕菌原路 这个燕菌原路的话可以增强植株叶片的这个光合作用 让它积蓄更多的养分 而且呢 还能增强你的这个蓝猪的抗性 让它增强一个抵抗力 这样呢 能让它更快的浮盆恢复生长 然后适应我们这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喷尸的时候呢 大概稀释1000倍 然后每7到10天呢 给它喷尸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买回来这个带花包的蓝花 大家像这样子处理之后呢 它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的环境 能够更快的浮盆 会复生长 第二年的涨势会更壮 好的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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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